这就是送鼻梁线的位置的 然后要对准我们这个缝隙 对准这个滚发轮的一个缝隙 这是鼻梁线的位置 我们这个要包边之后 会根据这个缝隙来压住鼻梁线 现在是这边有六个轮 两个滚发轮 两个张紧轮 最后一个滚刀 那个什么切刀轮 最后一个排出轮 两个滚刀 这个滚发轮的作用 就是给我们的口罩压出这种痕迹 压出这种痕迹 两边的 然后这个两个张紧轮 就是要让我们口罩拉直 切刀轮要把口罩一个一个切切成形状 然后排出轮要让口罩把切出的口罩排到滚刀上 一个轮其中滚发轮跟切刀都是有一定相应的关系 相应的那个什么顺其关系 然后看我们这边 齿轮组 这个就是切刀轮对切刀轮的轮轮 这是滚发轮的齿轮 然后这也是前滚发轮的齿轮 我们调松松掉这个相应的齿轮的基米螺丝 然后把这个滚发轮和滚发轮跟切刀轮都调到一个相应的 位置三者是统一 那怎么定呢 任意一个轮作为基准 假设我们一般都是以刀切刀轮为基准 以切刀轮为基准 对 然后我们那个切刀轮刀口位置是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去把这个滚发轮树排滚发轮的中间位置 在切刀轮这里切刀口这里向它靠近 假设我这个压痕 靠的那个什么压得太快 就要让它多向前调一段 那个我们要把这个缝隙调整到切刀的刀口位置 就是我这个缝隙压印出来的印子 在那个切刀转过来的时候 刚好在这两条印子中间中心这个轮就调好了 然后这个前滚发轮这里 也有两排这个鼻梁线的一个定位印花 我们要让这个两个定位印花中间正好在切刀口这里 这样的话也是调整这个那个什么前滚发轮的一个 那你调的时候一调哪里面 刚才说了要调整把将鸡皮楼子松掉之后 它是可以动的 然后当然了 当然了如果实在动不了的话 要要把这个轮松下之后再装它 嗯嗯嗯 还有这个 有的装了 如果装了这个轮盘的话也要把这个轮盘收掉 松一点 鸡皮的中心电子是这个中间是吗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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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